哇 你看它的古颜色 这就是克罗地亚最大的国家公园 Pleedviz National Park 真的是太美了 清澈到让人无法置信那种 九十多个惊叹极的瀑布 和六个连接起来的湖泊 如荣至宜是肯定要来的 天堂诶 位于克罗地亚的中部地区 而且也是东南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 今天就带你们去看看这个克罗地亚 美如仙境的世界自然遗产 拥有欧洲榜主在沟 好漂亮 然后再看看这个国家的首都 有什么必吃的当地食物 还有遇到一些非常恶心的世界 影片开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小小的鼓励 耶 我的频道给个赞咯 谢谢 早安 现在早安时间八点 我们现在走入去巴士站 今天我们要去 他不知道去哪 我来去一个国家生理工业 叫做Pew Bitch 很难念啦 我不是不知道 不过我是不是叫Pew Bitch 我是不会念 Pleetwits 叮叮叮 来到达达的巴士站过来的 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些柜台可以卖票的 不过它营业时间呢 是早上5点到10点 买票过后就去找你的平台 从上巴士就OK了 现在是早上时间10点 我们到达Nation Park了 耶 家伙要赶快冲去买票了 其实可以上网买票的 它有分时间段进入的 然后那个票数是有限啊 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他也是可以来现场买票 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昨天的票价呢 是20多euro一个人 可是今天呢 一个人才吃euro 因为今天是11月1号 它10月的票价 跟11月的票价 是差的接近一倍左右 可能进入单级 它价格会便宜一半 然后我们就省了一半的价格 不要回头啊 我现在很冷 是不是很冷 你不要看它阳光这么猛 其实是超冷的这里 所以是有装备 可以放你的装备 可是可能是需要额外付费啊 啊 我们终于到了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行程之一 但是 真的非常不容易打扰 因为不管你是从 Jagreb还是Jada来这里的 都必须有 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的车程 是很远一下的 但是是非常非常美 而我们 因为没有自驾 是选择做公共巴士过来的 一个人单乘票就15块 最近乘票 如果是来回就是24块 还是26块这样子 我们现在进来了 现在去探索 这个美丽的国家公园 哇 有分成A线 B线 C线 跟K线 它的票应该有问 它有包过船 有 它真的有包过船 是的 我们要走C线 所以整个国家公园是很大的票 它一共有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上游 就是上面那一点 还有就是下游 就是这一点的部分 我们现在可能要看的就是 可以走完整个上下游的 最佳路线是怎么走 当你们一进来这里 这一个国家公园 第一个点 这一个点 听你们留个几分钟来拍照 因为这个是最美的点之一 你是从高处 直接往下去 那一个就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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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是很兴奋的 不过我感觉是兴不兴奋 兴奋 只是我现在很亮 没有办法转向那个兴奋感 那个 你来在第一站你就拍一点点就过了 因为那边的人会很多 因为人家来到第一站一定是 一直在那边拍 然后我们直接冲完第二站 这里有两条路 一个是去上游的 我们现在 要去下游 OK 因为现在又有一两个景点要看 所以我才去上游看全部湖 来到客楼梯啊旅行的话 这个Pure Vikes National Park 是必须要来的地方 一共有达到90多个 金碳级的瀑布 和16个连接起来的 红坡形成的国家公园 如果你是大自然爱好者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你的天堂 保证你看到一身难忘的景色 再加上现在这样美的天气 哇 没有话讲 哇 你看它的黑颜色 好美 翠绿色的 翠绿翠绿肥翠绿 到时候还会有各种各样颜色 有灰色和蓝色的 听不听讲 真的假的还有红色吗 没有啦 没那么彩虹啊 对 要跟你们说 这比鱼其实保持到非常的好 还有那些步行设施 步行站道 都弄到非常的OK 不会讲走到很难走 或者是泥巴路这样 对 适合老人家的小孩 小狗小猫都OK 是比鱼 哇 哇 很漂亮 哇 哇 好清澈 Oh my god 看那个鱼 看到里面那边有鱼 哇 那边有鱼 有有有有 鱼好清澈啊 好美 各位 那个水清澈素的人是 真的是太美了 清澈到让人无法自信那种 太清澈了 而且它的绿色是那种有层次的绿 可以看到鱼在里面 真的很美 可不得他们会说这里会像欧洲般的九寨沟 真的太美了 真的 不过我们没有去过九寨沟 不懂九寨沟到底是长怎么样 如果你们有去过九寨沟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美还是那边美 就这样走着走着 我们来到了下游区的 另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 就是这一个 超级无奇大的瀑布 很壮观 它叫做Verdikis Lab 它是这个公园里面最高的瀑布 大概是这样子 87米 哇 这边真的超多人跟这个瀑布拍照 不是有点寄水 应该是昨晚 昨晚有下雨了 潮湿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穿拖鞋 真的穿包鞋 会比较保鞋 防水的包鞋最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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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北京烤鱼 诶 吓死他了 等一下 喝点多水 等一下 你懂这里厕所很少吗 目前你只有看过厕所 有啊 哪里 这里很厕所 我挤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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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爆你 让让在国家各人小便 没有啦 要不要远啊 诶 不可以 各位观众 我们终于到达中转站了 看到那边吗 有个小小个儿传 那个就是 现在游戏正式结束 我们就要去坐船的 而且你的票价哦 这已经包含那个船票了 要包含那个桌子 蛮值得的 石油肉 才50块马币 这个是因为也是有那个 淡季 季节的差别啦 是 不过我觉得淡季是蛮美的 因为阳光 主要是天气 不过夏季应该会很多人 很鬼多人 我觉得会很多人啊 不过它很好的一点 它有限流 就它每一个时间段 有限人数进来的 所以你不会感觉可能太夹啊 还是什么 而且这个地方非常好的 就是你可以很幽静的感受到 这一个 National Park 你不会有那种嘈杂的声 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些瀑布的声音 太舒服了 坐船的地方 有厕所 也有一个咖啡 走啦 肚子饿啦 很凶 爱你 生气 爱你爱你 走开 我饿 洗了 快来回来到到船了 到船可以吃饭了 敬请期待一下 我们也想吃了 非常非常的健康 真的 你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各位这边就是休息区 所以 有纪念品店 前面有一个卖咖啡的 Soup 在这边 也有卖很多种 各式各样的 Burger Hot Dog啊 之类的 还有Muffin 这也是啊 价钱你们可以看到的 现在这里休息一下 你看后面排队的人几多 午餐在这里 给你们看我们早上 一大早起来准备的豪华午餐 一大早起来准备的豪华午餐 Coco bar 一人一聊就是我们的午餐 午餐配咖啡 我的午餐 Coco bar配咖啡 牛姐你会准备好吃的 很好吃啊 不行很好吃 而且又可以耐饱 又小又容易装 又容易大又不中 完美 就如你们所看到刚刚 Janice买的那杯咖啡 就要两块多 我看到它的Sandwich 十块钱 五块钱又肉的 你们能自备 是最好的 因为自备 比较省钱点点 就像我们这样 有准备一个 Coco bar 最主要是可以省钱 他们排队坐的那个船 是唯一的通道 去往上游去了 所以一定是要排队的 除非你不要去罢了 嗯嗯嗯 没办法就是要排 不过先吃饱了才排 是 因为上游去 所以你想要走更久 而且有三个非常大的湖可以拍 嗯 台湾是主要看湖泊 都被睡成这样了 中了 丑的脸 丑 很冷很冷 这个时候来记得穿牛的装备穿厚一点 嗯 有三两 哦 每个是一两吧 原来蛮多的 就是刚才我们等了超过半个小时了 真的超久 这边好美 我们这个坐船大概多久 超过空间 15分钟 可以一面心脏沿途的风景 我们坐完船啦 现在来到了上游 对上游 上面是有很多的湖 有很多的阶梯要爬 对 不过是 不会很难爬的阶梯 它的阶梯都是用那个木头来做成的 小心不要掉进河里面 因为是没有河的一股 但是上游去的水色是比较深一点 对 没有这样翠力 这是因为它的那个深度应该不要深 它其实是非常清澈的 只是它很深 掉进水里面就糟糕了 小孩子 好漂亮 秋天来真的是还蛮美的 有一些人 那一个河河是名叫 Sled 河河河 Sled 河河河河 河河河河 前面的名字是叫 MIRIKAVAK XLAB KORIESIA的名字 浪到的陪 以来那儿外 各位 上游击开始 就是全部是以湖为湖泊 还共有三个湖泊这么多 我们现在来到第一个湖泊 叫做Galopa 我们还要继续走 我还不知这是最大的湖啦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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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湖 来到了第二个湖 Malo Rigero 继续往上走 去去去去去 各位观众 我们来到了第二个休息站 这个是在上游区的 就代表说差不多结束了 不过很奇怪 这么还没有看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湖 大家往后走多一点点 这样舒服吗 摆烂的人生 看超美 可以了啦可以起来了我走了拜拜 小火车来了 他这个小火车只是从8点半到3点半包 如果错过的话可能就要走回去了 我们俩下游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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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停到了ST2 其实它的巴士 这个小火车呢 它是有 行过ST2跟ST1的 然后刚才加游区的 然后加游区有找到 讲那个回加拿大巴士 其实是有停在ST2 所以我们去等看有没有的 直接坐巴士回去 来到加拿大三天 竟然只坐了一次巴士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坐 今天终于坐到了 我们现在在等2点 2点才能够check in 我们是用 vilever的方式来进门 好闲静哦 这个是我们在 Zagreb的住宿 有一个很简单的 双人床 然后一个输桌 你不要看小小哦 原来还有厨房哦 厨房什么都有哦 厕所也是不错 简简单单 刚刚进进哦 有地图 然后有很多 有很多信息可以拿 一套几天我们都忙着 储物公司 然后再打算再找看 我们到底要去吃什么 这里多讲稿就这样来的 证明我们多了地位稿 好重哦 哈哈哈哈 现在在有这个地方 叫做Zagreb 它也是克罗蒂亚的首租 然后我们今天会去吃一些东西 然后也会去市场看看 到底这里的物价 比较跟海边的那些物价 哪里会比较高 这间餐厅很多人吃 而且还是吃到第二个 特罗蒂亚的餐厅 很特别 还有Garden的庭院的座位 我们去看一下Garden 哇 好特别的一间餐厅 它环境也太美了吧 哦 它这里被吃了这个东西 Zagreb 是啊 这样的好便宜哦 跟那海边的相比 这里的好便宜 这个是一个 俄罗蒂亚的传统料理 我有懂正确发言叫什么 看样子叫做Zagreb 然后叫我是 有点像鲨鲨鲨鲜 这样的 一个起司骨骨骨 有点像鲫骨骨骨骨骨骨 你预计它才准备的 所以要等大概minimum 25分钟 哦 喝酒 这么酒 不要紧我们先喝酒 对 好喝吗 看着这边尝尝酒酒 不喝啊 这是什么酒来看 是克罗蒂亚酒还是奶奶酒 这个是克罗蒂亚酒 是苦还是中 苦 你一定不敢喝 我们的这个Truffle 已经来的 好香哦 是不是很好吃 好特别的口感 它Truffle好香哦 哦 这么好香 哦 起司 果汁起司 跟Truffle 哇 好香哦 嗯 Oh my god 好好吃 为什么今天才发现有这样好吃的东西 好好吃好香 放一点Samba 骗你了 没有什么都放Samba了 这个真的 眼智眼味真的太好吃了 真的好好吃 一定要叫Truffle 好香 好香 它里面那个味道是什么乖的 很Chirley 有人是放Potato那天的 它不是甜味的 它是咸味 可是不是很咸 还有很多种配料 还有Sweet Cheese 有甜的啊 也有Paprika 很好吃 啊一个是Blu Berries Blu Berries这样吃甜点这样哦 对 它是nice 大腿大腿 它可以是很便宜的 没有吃油肉吧 嗯 可能是因为我们去了那个 海边过后回来过后觉得这里的树好便宜 是原理 海边那边好贵哦 可能是那边比较远吧 远离市区 都需要运输 好赞好赞 超香 而且瘦瘦 对不起 哦这里的这个好美哦 这个叫什么啊 通地 通 这里真的很好逛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在这边 搭一个两天一夜 或是三天两夜 可以慢慢逛 这里好逛 渣大也好逛 哪里都好逛 什么都好逛 女人咯 好逛 就是走走 看看走马 看花 啊你吃甜点啊 吃完Caretia传统的美食过后 我们来吃Caretia传统的甜点 据说这点是最好吃的甜点 怎么 越言越止 到底好吃吗 对 真的啊 味道是蛮香的 但是那个口感 嗯 像你吃Dobogi 像你一样 跟脸吗 我很爱吃Dobogi 你跟着什么跟脸 好奇怪哦 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个比较像 Botato 没有 Caretia传统的 Caretia传统的 可是甜的 它里面还有颗粒感 还有粒粒的东西 好像是豆豆这样 它一个是两块多的牛肉 这个人家这个不是很好吃 蛮特别的啦 可以来体验一下 这个也不会特别贵 我觉得最简单最粗暴的东西最要吃的 那这是什么? Galato 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 现在是晚上之间 4点半 天已经暗了 我们在Rovinch的时候日落是7点半 然后突然间隔一天就日落6点半 再隔一天日落5点半 再隔一天4点半就天黑了 到底是搞什么 这间店很漂亮 都是花 Halloween 对 我们那时候我们在这里 墨西哥料理 这是我们在Europe吃到的第二间便宜的Galato 1.8€ 这么大一只 至于好不好吃呢? 很扎实 比我们之前在Corecia吃的其他间都好吃 现在我们测冰淇淋的附近 你看到这一个东西吗? 你看到这个缆车吗? 缆车上面的这一个塔 那边其实窗口那边有个大炮 从古今到现在 每到12点他们那边都会翻一个炮 像一个仪式啊 或者是一个传统 传承到现在还没有断过 可惜我们来到Dagreb已经过了中午 所以没有办法亲眼目睹这个传统的习俗了 所以我们来Dagreb 有时间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12点中午的特别的节目 好大一盘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到底Corecia的泰国餐好不好吃? 有评论吗? 有评论吗? 12万一看 平价这么高 多少钱? 多少钱啊? 12欧 12欧元 如果你想吃泰国餐的话 可以来这点 两个人吃的分量 想想 中口味 而且够辣 还有煎蛋 对 就是那个灵魂煎蛋 我以为那时候吃的是多少钱? 那接近14块EUR 而且没有煎蛋 这个好吃还是味道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的酱就比较像开了 我们的晚餐绝绝了 现在我们要走入回酒店 这是一个很多名牌店的室内Shopping Center 叫Ottogun 以它的这个中心为最出名 哇好美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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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Tram的交通票呢 大家可以来这一个Tizza 这里买它的交通券 一个Tizza 2EUR 而且它的卡是很大个的卡 感觉我吃一片就饱了 刚刚在我们的Airbnb的时候 还不能进去 我已经很急了 爆尿了 我旁光 然后 就没有办法 我去寻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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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在隔壁我就很 我就不敢看它了 我什么不敢看 我就是从中没有看到 我就在那边 傻傻在那边小便 我就小便小便 因为我 你没有跑啊 没有跑 因为我真的很急 你没有跑 然后那个人 一直在隔壁那边 你还看你吗 有啊 你看我 我就 我就 我已经不看了 我只是 一点点喵到喵到 过后 它的手还伸过来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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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伸过来 还是在那边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要牵挂 对 我真的 我的天 我就是 我就是很拼命的就是开大水管 开摆摸 快小便 差不多 要把那个小便的那个痕啊 是不是要给我的尿 要撞破个洞啊 因为水压太大 所以 最噁心的体验 我小便是 快小便快跑了 大家注意你吗 没有 嗨傻傻 Oh my god 我直接 我真的完全不给接受 加持 真的是很委屈的动作啊 刚才 傻傻 我不能这么 我来 哈啰各位 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不知道你们觉得 Korecia 这个国家怎么样呢 因为这一集 算是克罗蒂亚的最后一集了 没有想到 竟然有一个欧洲版的 就再够 可以欣赏 虽然啊到达这里的那个距离 是比起中国那边的 可能是神志更加严 总而言之不管是中国那边的也好 还是 克罗蒂亚这里的国家公园都好 两边的景色都是一样的那么的出色 一样的那么的漂亮 和非常的震撼 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 这是完全找不到的 大自然美妙景色来的 那个湖面被那个阳光照射下去 那个清澈度 呼呦那个颜色 真的是太过太过震撼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在 Zagreb 也就是克罗蒂亚的首都 大概大概有一个异碗这样 让我们意外的是 这个首都能逛的地方 异想的多 而且非常的突厌化 就像演练所说的 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步调来走 毕竟上下鞋也没有那么多 建议你们可以在Zagreb这个首都 多花一点时间走 看看下这个首都能提供的美妙景色 这样子 接下来的新准备可能会遇到像我们的那种经历 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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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见到这里 另一边 有比较 好